現在要看到五星的賣家商品竟然全都是偷來的嗎 來看到台南這一名貫妾呢 發現呢一家知名連鎖賣場入口是沒有設置防盜警報的 所以他多次就前往來偷竊 從入口逃離沒被發現 然後就把好幾千件偷來商品呢 就放在他的貢物平台上面以低價來賣出 短短兩個月已經牟利超過四十萬元 警方前往竊賊住家查契 幾坪大房間堆滿了三百多件商品 各式洗衣方香豆 還有各種廠牌的洗髮潤髮用品 這些全都是從知名連鎖賣場偷來的 這些被偷的生活用品 全被竊賊拿到購物網站囂張 賣價只有市價的六到七折 獲得不少消費者評價五顆星 兩個多月時間已經賣出兩三千件 不法牟利超過四十萬 硬陣前將所切資物品放在網路購物平台的販售 所得以用於清償債務 切則為了還債在網路上做起五本生意 把台南市這家賣場當成自家倉庫 只要缺貨就肆無忌憚大量搬貨 他就是看准賣場入口沒有設置防盜警鈴 就從入口離開每次都能輕易逃過 43歲正性嫌犯市民冠切 之前就多次到同一家賣場刑切被捕 不知悔改而且這次偷的更多 最後還是逃不過法網 記者姚文華談談報道